第1天 第3天 第3天 嗨!今天是我到上海隔離的第一天 昨天晚上大概是12點 快一點到這 我想要記錄一下這個生活 畢竟這是我第一次隔離 那我這次隔離是要來找我男友 因為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所以我就是想說我應該撐得過 這個隔離期 我覺得我有點就是 很算隨麻 但我覺得疫情好像就是這樣 因為我這次來隔離現在要21天 他們是14假期 他們的期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的期就是你戴著口罩可以到處走走 我這個期就是 還是要被關起來 但是這個期是可以選擇你要去哪裡 但是我這個14是 直接抽到我現在住的地方 然後想要就是先來 介紹一下我這個房間好了 因為我再住下去可能會越來越亂 所以就是昨天先弄一點點亂 趕快來拍給大家看我的房間 好我就從門口開始介紹 對門口這邊一進來 右邊就是浴室 然後我覺得浴室還蠻漂亮的 對就是這樣抽籤的話 然後我先先擺了我的這個 保養品 跟化妝品 就是擺一些簡單的 然後出所洗澡 我覺得我的洗澡蠻讚的 因為他就是這樣一大罐 這個 沐浴爐跟洗髮精 然後看起來蠻多的 就是因為他好像不會再補給 所以14天我覺得也夠 但因為我不確定 我抽到的有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帶 然後這是我昨天搭機的衣服 就是可能不要了 所以我就丟這邊 因為我這邊空間蠻小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小行李箱 大行李箱 沒錯就是這麼的狹窄 再來就是我的房間 這樣先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放室內拖 熱水壺跟一個小櫃子 但是我自己有帶這個拖鞋 也是防水洗澡可以用的 嗯 然後會提供水 這是我的床 昨天已經睡一個晚上 我的小鞋子 然後再來走過來 我的小桌子 真的好小喔 喔這是早餐 我剛剛已經拿進來了 好像是桌包子蛋 這應該是那個海帶 可是我一直不要去想像 他長得好像蟲蟲喔 你看 這樣子 不要想不要想 這好像是辣的 我應該不敢吃 嗯 然後桌子也是被我放滿了 這是昨天的晚餐 因為我們到的時候很晚 所以他就說沒有晚餐 就是跟我們泡麵 然後我就是 真的太疲累了 直接吃不下去了 嗯 好 然後這就是我的窗外 我的窗外呢 其實是好像有在施工 就是會有一點聲音 這樣看不到 看這邊好了 欸 這是不是又要被送來的啊 這好像是送來的車子 對 然後這邊是施工 嗯 然後我床旁邊呢 這一塊區域比較大 這個椅子 昨天我們的群組 大家罵超久的欸 但是就算了 因為你真的朝下沒什麼用 我覺得就算了 這空間呢 我是要保留 來運動的 所以我就把行李箱放外面 然後這是我的小電器空間 對 才來一天很快 就利用各種小空間 然後這個 小空間 裡面有一些那個 飛機上發的用品 真的沒地方放 就放這裡吧 好 那我現在就來吃飯 然後 然後 好我想說我來分享一下 我從 呃 桃園機場到這個飯店 整個過程好了 因為整個真的很像闖關的感覺 想說如果近期有要來的 也許可以參考參考一下 嗯 我平常如果沒有疫情 我以前出國的話 是都會提早兩個小時到機場 就可以做準備啊 那這次我本來就知道 機場可能沒有什麼人 速度會很快 加上我是設定好我 這個過程我不要上廁所 對 但我是一個很容易會想上廁所的人 有點緊張或是想到 沒辦法上廁所 就更想上的人 所以我這次其實有 就是很像尿布 應該就是尿布 應該說很像女性衛生面 那種很強的 很厚的 對 但好險我後來是 都沒有上在那個上面 因為我爸有跟我說 如果我上出來的話 應該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是在 check in櫃台那邊 我先上一次廁所 從那個地方到飯店總共是六個小時 那這段期間我都沒有很想上 這是有感覺 但我沒有急著想上 因為我出門前一個半小時 我就開始不喝水 對 所以如果有跟我一樣很怕在飛機上 或是機場上廁所的人 可以參考一下 好首先就是到櫃台check in 我這次四搭滑航 那一樣就是給台包證護照 這次還要加的就是陰性證明 核酸陰性證明 我建議大家可能印一個副本 因為有些好像會收走 但我的是看完有還我 對 這一份證明呢 基本就在桃園機場給過之後 後面你到上海這邊 他們是完全不看這個東西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流程 對 行李都拖運完之後 地勤人員會要求你完成 這邊需要的一個健康碼 線上健康碼填表完好了之後 他才讓你走下去 對 這個健康碼可以在機場你當天用 也可以因為反正時間是有一點點充裕的 因為你不要抓那麼緊的話 你填那個是還好 或者是你24小時前在家裡先填 也可以 對 然後完成之後就往後走 那後面的流程就是跟你平常搭飛機都一樣 檢查拖運行李 自動通關 對 好了之後就是那個免稅 對 我這次呢時間還有一點點可以 所以我就是逛了免稅 然後來看一下我的免稅商品給大家看 就是一個Dior的花蜜精華 就花蜜系列精華 因為我跟我媽自己蠻愛這個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講好說去機場要買 因為機場免稅一定比較便宜 然後其實呢 因為平常的東西 我其實都是跟我媽公用 所以很多飽品都是她買 然後我其實不太知道價格 對 可是呢我想說機場應該比較便宜 然後因為我時間抓比較緊嘛 所以我昨天去機場的時候 買東西時間其實不多 我買完差不多就要去等級 那我就很快速買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便宜多少 是後來我上網查之後發現 真的便宜很多欸 那呢我就是現在來跟大家一起開箱 我買的東西好了 反正就是露營幹嘛 對 我買的就是這個 Dior的花蜜精華 花蜜系列的精華 我覺得這罐呢 就是我自己有感就是 覺得皮膚蠻好 就維持在一個好好的狀態 因為其實疫情我也很久沒有去做臉 就是我媽有些Dior的嘛 然後我就用它的一起用 然後這罐呢原價就是在官網 我後來就是買完之後就才去查 對 因為我當下太急了 因為他說228有活動嘛 那我回來已經早就超過228 所以我就是想說先買 然後這是75ml 官網就是一瓶大概12000 6萬還2800 然後我昨天買兩罐 兩罐就是16000 不知道多少 原價是17000問號 那它就是228活動嘛 就折1000塊 對 然後就買了這個 對 然後我東西很多 所以也買不了其他東西 然後它好像有送化妝包欸 不知道長怎樣 可是不覺得每次就是 有送就是有的沒的 你就會很開心嗎 來看一下 在疫情期間可以 就是開開箱也蠻開心 哇這個好看欸 欸這個好看欸 對 其實我有收過兩三次化妝包 然後一個我換一家 那個也很可愛 另外一個就是 我真的有帶來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之前就是前陣子買的 然後是送這個粉紅色 我覺得也很可愛 但是我覺得這個好有質感喔 就是你們看一下這個 遠近窗的感覺 開心 對 希望我的隔離生活可以就是這樣 一直很開心 然後呢 它還有送那個一些試用品 對 那剛剛那個花蜜我就不開了 因為呢 我還是想要讓我媽媽 就是它開 全新的感覺 嗯 然後是送 這個 我看一下喔 好像是它的小罐 對 就是它其實長這樣 很香 花蜜系列很香 我自己也是買它 花蜜系列的粉底液 就是好香喔 讚讚 然後送的這個是 覺得在這裡隔離 可以錄錄影講講話 也是蠻有趣的 喔 也是它的小罐 欸 那這個是一樣的嗎 不知道 反正這個呢 一定是它啦 因為它就是這樣子嘛 小罐 好 那就再順下去講 就是我昨天的過程嘛 好 免稅商品逛完之後呢 就 離我登機的時間 也差不多 我就往我那邊慢慢的飄過去 對 當時我到我的GET時候 還沒開始登機 我還幫了一個 好像是機場的人員 填了一個問卷 因為我覺得應該沒什麼 要幫它填問卷 所以我就幫它填一下 因為我時間也也夠 然後它就送了我一個 小紀念品 對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在飛機呢 我是選 應該算是深等的經濟艙 就是我是選經濟艙 但我家大概一千多塊 換比較大一點的位置 我的那區呢 是夾在我前面是商務艙 然後我後面應該就是正常的經濟艙 因為我之前坐過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比較大 加上疫情我覺得 大家分開來做也比較好 殊不知我那個飛機上 好像人真的很少 加上訂我這區的人也很少 我這區就只有三個人 就是我坐在中間 然後我左前一個人 左最前一個人 右最後一個人 對就只有我們三個 然後那個位置就很舒服 就是可以把腳 有一個腳鋼可以弄起來 對 然後上面好多電影可以看呢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去那個 電影院看電影 以前我不敢去 我這上面就選了玩命館頭酒 結果 那個飛機的時間 真的飛太快 我整個沒有看完 對 喔還有飛機餐 飛機餐其實我猶豫要不要吃很久 因為呢我想說不要脫口罩 可是他送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好想吃喔 然後我就點冰點點點 點到可以吃 對 我就吃熟食 有比較深的冷菜 我就沒有吃 對 想說煮熟的應該就是 細菌都被殺光 對就是這樣子 把口罩拿起來然後這樣丟丟丟丟 丟進去 那我不是說很快就落地了嗎 可是他們現在是你落地 不是像以前落地 然後東西弄好 就說好大家可以下飛機的 沒有 他現在好像就是 一個飛機上的人 可能在樓下面完成一些手續 確定這批的人都下去了 就是不要大家混雜一起之後 再換下一批的人去完成手續 再換下一批的人 像我表姐她是提早我一個禮拜到上海 她說她那天在飛機上等了兩個小時 就是已經落地了 可是她空等兩個小時 才離開 然後我是等了40分鐘 對 其實我可以再等一下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位置還蠻舒服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是定我那個 對就加1000多一點 但是比較可能 我是覺得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也蠻舒服的 畢竟因為當時真的是 我有戴面罩 然後又一直戴扯口罩 我其實覺得蠻悶的 所以你讓自己在機上舒服一點 你整個人會比較放鬆 對我只待40分鐘嘛 我那個完面關頭還是沒看完 對然後就下飛機了 其實我內心也是高興覺得 欸只有40分鐘跟我表姐講的不一樣 我蠻快的 對但是你們也不要太開心 就是你下飛機之後大家就排好站 就站在一個地方 也是等很久 然後她會發你一張單子 就是要你簽名說你同意做 等一下要做的核酸 對 基本應該都是要簽啦 不然你要進這個國家 你還是要照她的這個規矩嘛 對然後就等等等等等 終於聽到遠方有一個人說 可以囉 那個聲音我真的是超開心 真的等很久 然後就我們就陸續就往前往前往前走 對然後再來往前走之後呢 我有點忘記是先做 呃拿試管還是先掃眼睛 對它有一個是就只要戴口罩掃眼睛 那這兩個步驟呢 都要給它出示你原本在桃園機場填好的健康碼 就是給它掃一下 對然後就是這兩個過完之後呢 你就是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呢 就會到一個通道 那個通道基本就是要等做核酸 我跟你講那個通道也等超級久 它很不用讓你思考說你要幹嘛 可是你在每一個步驟的時候 你都等很久真的很久 然後他們這邊核酸是堵一個鼻孔跟一個喉嚨 對 那時候我整個超級緊張 那個人做完的時候他就說你還好嗎 因為我整個臉都擰在一起知道嗎 就是因為鼻子還是會有點不舒服 對但我覺得大家你們不要害怕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害怕的人 但你就會想說就是過了就過了 他弄完就是像水嗆到的感覺 就當下也就是那一下不舒服 對那核酸做完了呢 你就可以去拿你的行李 對行李我當時可能我們那個飛機的人也很少 所以我當時到的時候我們那個轉盤是完全沒有在轉的 你的行李就是停在那邊 對你就自己把它拿下來 然後拿下來之後呢 你就繼續往前往前往前走 往前走呢就會到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我看網路上是說 就是在之前是你如果要去哪一區你可以去選 你是要去可能閩航區啊寶山區 家定區等等 你就站在那個空間他可能就幫你送到那個地方的旅館去隔離 可是現在呢沒有他現在可能就是盲送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他真的是盲送嗎 因為我那時候下飛機的時候他有很多很多格子 然後我就跟著我們飛機的人就是走到一個格子 但因為到後面的時候很後面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後面的飛機的人也起來了 就會有一點點微亂 那我就看到這格子我就跟著走進去 他說你是比較後面一點來嗎 我說對 他說那你就去別的格子 就是去少一點的人的格子 所以你就能想像那個格子是沒有說你要去哪 你就去那些格子 對 但我建議大家如果你們早點到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我就是走很慢你知道嗎 因為我可能太放鬆了 我不知道我是走在很後面 跟著我飛機的人的那個格子 他們比我後來排的格子再早一點離開 對 在那個格子也要等超級無敵久的喔 因為他可能是要一批一批 一個一個的人走才換你 一個一個人走才換你 所以我在那邊也等很久 那在那個格子的時候呢 他又會出是一個碼叫你掃 裡面要填的資料呢 其實跟健康碼 你在淘基填的那個健康碼資料 差不了多少 基本就是你的財包證啊 護照跟你之後 14天晚你要待在上海的地址 或是你要去哪裡的地址等等的 對然後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呢 他就讓你這個通道的人往前 往前你就是給他台包證 還有給他你剛剛在格子裡面等待的那個碼 給他掃 他會把你台包證收走 他不會還你 就是收走之後他會把你剛剛那個碼 引印成貼紙 貼在你的台包證後面 對然後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這個台包證這邊 然後他會貼在你台包證後面 那我不要解釋說 你怕他直接這樣貼在你台包證上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透明的卡夾 他貼在你卡夾上 你之後撕 比較不會不好撕 對 然後你拿到這個證之後呢 就是我內心覺得說 欸是不是可以往前去看 我要去到哪個飯店了呢 沒有你就是在旁邊的地方等待一下 但是你會是接下來要往前的隊伍 那你就要在那邊等待一下喔 等等等等等 等好之後你就拖了行李 就是他說好像可以往前了 你就是往下走啊 這走到地下室下面 這時候呢你就會看到很多 就是可以出去的洞了 你的巴士就在外面 那我就是走到一家28號那個地方 對我們這批人就被帶到那裡 到你到了之後呢 你還是沒辦法立馬往前走 你還是要等 對要等一下 就是一直等待 為什麼會拖這麼久 就這邊很多東西都要等 當然我能懂為什麼要等 因為真的還是不少人搭到上海嘛 大家都要等著分發 所以就是要等這批人完成再換你 再換你再換你 好然後換你之後呢 就把行李箱放上去 就搭上車子 對 好就開開開開開 我覺得應該有開一小半吧 因為我是就是浦東機場嘛 開到米洪去 應該其實蠻久 因為我在車上太累了 我就直接睡覺了 對 好到了之後呢 一樣你不能立馬下飛機 欸講錯 一樣你不能立馬下車 要等 因為這間飯店當然不是只有我們住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剛剛一起等待的人 有先來了 對 反正我是看到那個大廳有人在辦理 就是不是我們車上人在辦理 就是不是我們車上人在辦理 我們要等他辦理完才能再下去 那 他這時候呢 又會給你一個碼 叫你掃 對 這個碼主要是要掃你的相關資料 跟填你的防號 所以他會說你先不要送出 你把資料填好之後 防號先不要填 因為防號下車的時候 他才會跟你講說你是哪個防號 對 好這時候你就等 等好了之後你就下車了 然後我是跟大家說 就是 像我自己是有買漫遊 所以像我填那些資料的時候 我都是有網路 像我那時候在車上 就有些人沒有網路 他們就會說 我現在沒網路沒辦法填等等 就是會 你可能 像我的話我當下也會覺得很驚慌失措 但你不用擔心 就是你下機他們還是會協助你填 但我想說如果你們不想有驚慌失措的感覺的話 就是你們可以 要不要先買個網路呢 對我是 建議一下 對好 下車之後呢我覺得他們真的蠻讚的 你的行李已經被拿下去 因為我心裡超重超難拿 行李都被拿下去囉 他們都會幫你先噴好消毒水 因為你有感覺你的行李都被噴過 就是先幫你消毒過 你就拿進去排隊 然後排隊之後呢 你就是排隊也要等一點時間 因為一個人檢查你剛剛填那些資料 然後填給你發房卡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就上去了 上去你的房間 就開始你的隔離時間 對 然後你知道其實我那時候第一天 我有點內心有點難過 就是因為我上來的時候 我是 我就看到左右兩邊都有房 我先探頭往右邊看 因為我房間在最下面 我要一直往下走 我看右邊的時候 覺得那個房間超大的喔 就是它好像是兩張單人床 但它空間是大的 那我這間是一張雙人床 可是空間是小的 就是因為我看到右邊那間房 然後我就是看到我自己的房 那時候我真的超級無敵難過 我內心真的很難過 就是這種為什麼的感覺 但不會我現在已經習慣了 就是我這個房間我也覺得還不錯 你看陽光 我不知道另外一間有沒有啦 只是我覺得說沒事的 我這個房間也是好的 對 正能量看待 好差不多就這樣 我當時是好像是三點多 到桃園機場 然後到這邊是晚上十二點有 就其實耗時蠻長的 那希望就是 有要來的大家 要有些心理準備 然後盡量要 就是用一個很正能量 勇氣的方式 看待這件事情 對 大家加油喔 希望我的隔離日子也過得快一點 然後之後我也繼續 Livin' life every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Or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get buyin'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av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 squeeze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have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re,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 life, everyday